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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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抱歉 我因为不能用英文演讲 所以特别请丁林教授给我做翻译 当然我在15分钟时间内 我大概只剩下8分钟的时间 我非常抱歉 因为我没有能够英文 所以我请教授茜茜 我的批译者 但在15分钟 我现在只有7至8分钟 我想在座的 可能有相当一部分 没有去过中国国家博物馆 那么中国国家博物馆 到今年为止是103年的历史 当然和牛津大学的世界第一座公共博物馆 而且木林博物馆相比 它还很年轻 但是在中国 我想这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中国的过往历史 决定了在二十世纪的发展 我们经历了一段特别的事情 我们经历了一段特别的时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 被称为中华文化的池塘和祖庙 也是北京的城市客厅 那么我们新馆 经过改革建工程之后 现在是全世界建筑面积最大的一个博物馆 那么我们新馆开馆近五年来 我们借助于数字化和互联网 使得我们的各方面业务获得了超前的发展 所以在去年美国公园学会评比的 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博物馆 我们为了第二 这是根据参观的人数来决定的 好的 好 在展开工的美国公园 我们在举一个专门发展 与用电脑的监制 与用电脑的美国公园 与用电脑的监制 与用电脑的监制 我想这张图片特别做一个说明 这是我们国博的进出口的一个大厅 这也是全世界博物馆中 公共空间中最大的一个大厅 所以我们每天平均携带要2万多的观众 像暑假时期大概平均有时到4万 或者4万更多的人 这是一张图片显示的主要地区 这是一个公图的公图 在一个公图的公图 每个公图的公图的数位 是20,000 但是在冬季上是减少的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来 2011年的我们参观的人数是不到400万 但是去年我们就已经到了735万 在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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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公图的公图的公图 是4万 而去年 是差不多7.30万 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 国家博物馆在近年来所进行的数字化方面的工作 这也是我们所要创建一个数字博博所做的努力 现在我们会参与公图的公图 首先我们是建立了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长屏管理系统 因为这个长屏管理系统在对于管理超过120万件文物 由过去手写卡片和登录 到现在有着全部的完善的检索功能 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首先 第一个大小屏管理系统在公图的设计 在公图里面 当我们有一个大小屏管理系统 一千万块钱 可能很难做任何事 这些设计的设计 之前的设计 在公图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卡片 当然是在全世界补物馆中 可能都已经开展了一项长屏管理系统 就技术层面上来说 它并没有新鲜的 只是说明我们借助于数字技术 为我们未来和正在进行的许多的工作 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数字展厅 我们馆里面建立了一个 也是全世界补物馆系统中 规模最大的一个数字展厅 这个数字展厅并不是指的内容 而是指的单体的面积 数字最大 我们正在展示一件国家一级文物 乾隆南巡图的动画版 现在我参加了一个许多艺练 的穎留图 预叫做《全世界的数字展厅》 《全世界的数字展厅》 我们试图做作为一个制作 前龙南云图总共是12卷 总长超过154米 因此从它诞生之后 就没有在公共场合之下 把这12卷做一个全部的展示 所以借助于数字技术 我们得以在我们的数字展厅中 把每一卷陆续地让它做成一个数字版的 能让公众去分享 这曾经是表现乾隆盛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画卷 那么这是这一个图卷中的一些局部的图像 这是我们的数字展厅的实况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我今天的运气怎么样 这个数字技术有时不能完全的衔接 我是在北京的时候是能放出来的 但今天不知道能不能放出来 很抱歉 我有一个数字刚才没放出来 这个是一个我们实体的一个动画 还是没放出来 我感觉这台电脑可能比较老 我们在数字展厅中 除了展示这个数字版的图像之外 我们在右侧 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史料 一些其他的成列来辅助来说明 下面我要讲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管的互联网应用的问题 我想这个互联网应用是数字化时代 推动博物馆走出单体建筑的空间范围 向更大的公众共享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我们2011年上线了我们官方网站的英文版 经过15年的努力 我们的官方网站是全世界博物馆中文种最多的 我们一共有四种语言 而且我们四种语言不是PDF格式的 是完全具有独立网站功能的官方网站 我们在2011年上线了一个公司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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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15年上线了一个公司的公司 现在的公司是非常强的 特别是在10语言 不是只有PDF格式的形式 PDF格式的公司是全世界主要的 补物馆的一个官方的排名系统 目前处于前列的是美国大众会补物馆 英国VNI补物馆 大英补物馆 中国国家补物馆 威力第四位 当然最近兴起的新媒体包括微博 微信 我们加入了我们的展厅系统中的一种导览工作 也是深受观众的欢迎 尤其是深受年轻观众的欢迎 这对于激发年轻观众走进博物馆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和新媒体进行的新媒体 把微博 微博 调查 也讨论和视频者介绍和视频的运动 我们访问我们的选择很多年轻人到建议的建议 我两个礼拜前在伦敦出席中英文化论坛 在论坛上我得知泰特美术馆的 泰特的人数是200万人 但实际上我们的微博人数 我们已经超过了400万 因此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原有的这种展览标签的基础上 改变了过去的人工讲解和导览器租用的方式 我们以奥维码的导览 微信导览等多种形式 开拓了展厅的对公共服务的多方面的空间 刚才唐纳教授讲的我们与会的各位要开吞布公的谈一些问题 那么下面我想就我所思考的问题 跟大家一块来探讨一下 首先是数字文化资源的共享问题 这个在数字化的时态我认为现在越来越突出 数字文化资源正在成为一种新形态的物权 这种在产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物权 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为公众 向公众公开和分享 这关系到数字化时代最基本的一个认知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 传统思维制约了数字化资源的共享 这在国际博物馆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应该在博物馆和学术机构之间 建立一个共享平台来共享数字化的成果 在几年前我和美国福利尔博物馆的馆长 曾经谈到建立一个国际博物馆界的中国古代文物真品的国际网站的问题 而我们认为要建立一个公共享的方式 要是公共享用的公共享用的公共享用 公共享用的公共享用 广大学院的公共和在公共享用 许大学院的公共享用 在美国中的公共享用 第三个问题,我认为数字文化资源的具体成果 如何在公众服务方面最大限度的发挥效益的问题 这一点我想我们也应该要思考 应该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效益 突破单体博物馆建筑空间的限制 最重要的是要避免重复开发的问题 OK,这也对我来说 Pakry是一个重要的点 现在不是做过厉害的工作 我们可以共同,但不再重复 比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美国弗里尔博物馆和芝加哥大学合作 开发了关于天龙山石窟的复原的一个数字化的工作 但这项工作它不能为我们所分享 如果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必须从头做起 那么这些数字资源成果如何共享的问题 想应该要拿出来讨论 天龙山石窟 一个完全被毁坏的复原问题 因为每一项具体的开发 既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也要花费大量的人力 比如说我们所开发的乾隆南巡土 它就不能为台湾的工种 或者英国的工种来分享 相反,台湾故宫所开发的数字化的成果 也不能为我们所共享 那么大家都存在着一个重复开发的问题 当然,这是时间购买和钱购买的项目 因为,例如,在我们的建议里面 天龙山石窟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 我们花了很多钱 它不能被台湾的观众或英国的观众 那么最后我想要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数字化时代的博物馆 如何利用数字文化资源的问题 这在各个博物馆中间还是存在着不少的障碍 因为很多的博物馆还不了解数字化技术将来给我们带来什么 但是我们坚信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 不管数字化技术如何发展 但是传统的博物馆会依然存在 而最后,最后,有些连续的连续建议 有几个连续建议的连续建议 在建议里面的建议里面 因为不每个人知道 这些连续建议的未来的未来 我们的建议里面 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更加重点 to the digitalization of our museum Thank you Professor Thank you